烏克蘭總統茲倫斯基表示 12月5日 防空系統擊落了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射的大部分導彈 能源工作者已經開始著手 恢復電力供應 烏克蘭官員說 俄羅斯週一對烏克蘭發動了一波空襲 摧毀了南部的房屋 切斷了北部的電力 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最近幾週 烏克蘭軍隊越來越多地將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作為目標 因為他們被迫在一些前線撤退 隨著冬季來臨 導致大面積停電 烏克蘭剛剛恢復到週一開始的計劃停電 而不是自11月23日 俄羅斯發動大規模罷工以來遭受的緊急停電 這是10月初開始的對能源基礎設施的最嚴重襲擊 俄羅斯表示 這些襲擊旨在削弱烏克蘭的軍隊 烏克蘭表示 他們顯然是針對平民的 因此構成戰爭罪 85搵手 逼圈 砂塔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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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塔達塔塔塔坩